捷克議長率團訪台表示 捷克來晚了 未來歐洲領導人也將陸續訪台 捷克議長訪台之際 美國軍艦再次通過台灣海峽 梅莎最快今晚轉為強台 未來兩天全台當心局部大雨 安倍與川普的電話會談 強調自己卸任後日媒同盟不會改變 更詳細的新聞內容 請鎖定新唐人亞太板間8點新聞